无人机的虚猛发展在科技领域掀起了一场革命,为人类揭示了一个令人叹为观止的全新世界。 这些无人机不仅仅是机械的飞行器,更是一双无形的眼睛,透过它们,我们发现了一个惊人而神秘的画面。 最近的无人机任务不仅在技术上取得了巨大突破,而且在科学探索和文化传承方面,也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。 这些机器勇敢地穿越尚未被揭示的地域,描绘出地球上以往难以想象的壮丽景象。 今天就跟随地球情报局一起来看看哪些无人机的惊人发现吧。 话不多说,马上开始。 第十名阿彭尼诺巨像,阿彭尼诺是山神的意思,该巨像被称为亚平宁山脉的巨像。 在一群绿植中,巨像显得非常突兀,巨像高约35英尺,它蹲在池塘边上,像是从地球上冒出来似的。 它微闭双眼,一只手触摸着大地,就像在为地球祈祷。 它是古人的智慧,是意大利雕塑家詹伯洛尼亚的作品,建造于1581年,坐落在德米多夫别墅公园。 在旧画中,它背后是一个山洞,巨像看起来一只手撑底,像是要从山洞里爬出站起来。 它手撑地处是一个出水口,出水口流出的水进入厦门的泳池。 该泳池应该是供达官贵人使用的,巨像头部有一个房间,墙壁上布满贝壳和水晶。 该房间是供乐队演出使用的,里面还有一个壁炉,点燃时,鼻子会冒烟。 它浓密的胡须和头发是中乳师制成,身体有水泥和砖头混合制成,仅关于巨像融合。 看起来非常有视觉冲击感,如果不是无人机发现了它,估计它依然被埋藏在丛林里。 第九名伊尼扬家女山,它位于伊尼扬家国家公园,是津巴不韦的最高峰,海拔2592米,因为会赤而闻名。 曾经在一场倾盆大雨中,一双八岁双胞胎试图帮父亲找回走失的牛,再次遇难。 1981年,两个女孩再次失踪,派出了直升机进行大规模搜索,也没能找到他们。 失踪事件一直持续发生到最近。 2014年,一名31岁叫扎维德达达的男子,在这里神秘失踪。 除此之外,这座山曾发生过多起悲剧事件。 传言说伊尼扬家尼山会吞噬人,让人们消失得无影无踪。 尽管它充满了危险,也依然吸引了很多探险者,它也被徒步者热爱。 第八名,一万五千年历史的神秘管道。 在被当地人称作外星人基地的巴音诺瓦山,一个神秘洞穴中,地质学家发现了一个神秘金属管道。 该管道的竟有十五万年历史了,要知道十五万年前还处于石器时代,而青海地区人类存在的记录也就三万年左右,所以不可能是人类的杰作。 2001年,科考队再次考察了,他们发现,身体里其他地方也被插了不少铁管。 不仅山洞里,山洞外,连托速湖边都有不少铁管。 经过十五万年,这些铁管与岩石浑然天成,看不出任何生影插入痕迹。 经过采样分析,这些铁管含有百分之六十以上的氧化铁,其中百分之八的神秘元素,无法查出是什么。 到底是什么生物用神秘元素锻造出的这些铁管呢? 并将它们插入坚硬无比的岩石中呢? 或许二十亿年前,地球上真的出现过高度文明的生物吧? 然而全球性大毁灭以及亿万年的自然变迁,抹掉了它们的痕迹,只留下了灵性遗存。 第七名,瓦努阿图的火山。 它是世界十大火火山之一,也是最像月桥的地方。 瓦努阿图拥有83座小岛,其中埃法特岛火山最活跃,这座火山海拔达1296米,时不时就爆发一下子。 导致人们都不敢靠近,而它爆发的样子却被无人机记录了下来。 火山上是可怕的岩浆,火山脚下却是茂密的热带雨林和海滩,清澈见底的蓝绿色海水下,有着世界上独一无二的水下游局。 这种危险和美丽,吸引了很多游客前来打卡。 他们穿着特殊装备靠近观察火山,如今有了无人机技术,再也不需要这么危险的动作了。 瓦努阿图还成为了蹦极圣地,当年成龙大哥的电影《十二生肖就是来此取的记》,这部电影大火后,还要外国人归还了咱的生肖。 第六,买基山石窟,人佛圆荣,天人合一说的就是这里。 该石窟始建于后勤,历经西勤,北魏西魏到隋代和唐宋明清的地不断休息,有194个洞窟,造像7200多深,壁画900多平方米。 麦基山和敦煌等地的石窟造像都是泥塑,不过各个特点,敦煌造像华丽庄严,麦基山造像主打一个真实神似,西牙是北朝窟勘,北魏上下奉佛,麦基山在北魏时期的雕造超过遗忘,洞窟40%都是这时挖的。 西牙西侧上部的磨牙大象是石胎泥塑,浮面防额宽,神情庄严,在东亚最高处,有一个七佛阁,也叫散花楼,因为几次地震,中间六柱已崩毁。 狼顶画着佛传故事,东西两侧是高达4.5米,光着上身穿着战裙的塑像,勘章上面是借着散花,脱壁欲出,这是麦基山独有的薄肉浮缩。 窟中的阿南像是最完美的作品之一,阿南是佛的十大弟子之一,他俊美聪慧,真诚善良,具有永恒的艺术魅力。 麦基山的佛把人性与神性结合,建造这些的艺术大师并没有留名,但毫不妨碍我们钦佩他们的智慧和才能。 第五名,石柱顶的教堂,它是世界最孤独的教堂,位于格鲁吉亚西部的深山里,被称为最接近上帝的地方。 巨石高四十多米,是一座天然的石灰岩巨石,被称为生命之柱。 从远处看,就像一把圣剑从天而降,直直地插在大地上。 柱子底部是修道院和一个小教堂,你靠近石柱时,一种强烈的压迫感袭来。 巨石顶部,是世界上最孤独、最神圣的教堂。 除此之外,还有一个墓室、酒窖、墓墙和三个饮食室。 教堂供奉着七世纪,格鲁吉亚僧侣忏着马克西姆斯神父。 他在1995年来到这里,在岩石上建了这座教堂,然后在上面待了二十年。 它是最后一个住在上面的饮食。 如今,这根柱子仍然是地球上最神圣的地标之一。 只有宗教团体的人,能通过柱子侧面的钢梯爬上去进入教堂。 而女信徒任何时候,都不允许进入教堂。 据说是这些县制是为了维护卡茨基石柱的圣洁。 当地居民就更别想进去了。 如果你想参观它,就只能靠无人机一睹全貌了。 第四名,怀托摩萤火虫动。 它是自然界奇迹之一。 这些萤火虫属于真菌文锐。 它们通过发光来吸引食物和配偶,形成了壮观的发光群体。 在黑暗里看起来非常壮观。 怀托摩的地质可以追溯到1.51年前。 当时这里还是海洋。 随着板块运动和地壳抬升,海洋退去,留下沉积物和岩石。 形成了今天怀托摩的壮美景观。 洞里还有一条地下河流,水城保湿湛蓝。 水里还可以看到铜色的沉积物,这是来自地下河船的铁氧化物。 洞内温度湿度高,因此除了萤火虫,还有很多其他生物,包括蝙蝠。 无脊椎动物和岩绒生物,它们以洞里的植物和有机物为食,形成了一个完整的生物链小世界。 如果你对科学自然和冒险感兴趣,那么这里值得移去。 第三名,瓦伊纳比丘山。 它藏于丛林中400年,被称为失落之城。 印加古城在300多年里,吸引了很多探险家和考古学家。 然而191年,在距离印加120公里的群山之间,却发现了一被丛林覆盖的比丘城市。 当时交通条件恶劣,只能骑骡子进山。 沿途山路坎坷,河流湍结而下,山风若隐若屑。 云雾缭绕的大雪峰却金光闪闪,充满了神秘感。 比丘一直有一座黄陵,一座太阳神庙,还有很多神庙,一个大广场,数十所房子。 有人认为它是曾经的宗教发源地,有人认为它是农作物的中转战,或印加帝王的行宫。 在巨大的石墙残垣中,仿佛看到昔日的印加王端在那,身边是祭司和圣女们。 在印加文化中,石头是太阳的神物。 印加人钟爱使用巨石,越大越好。 很多石头单块重量都达到了几十吨。 第二名,拉什摩尔山的密室。 它被称为石像山。 里面有一个密室,藏着很多神秘文物。 拉什摩尔山国家公园,也被称作是若须墨山。 那有四座高达六十英尺的著名人物投降。 这四个男人曾改写了该国的命约。 而拉什摩尔山背后的密室,是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建成。 它耗尽了工匠们的心血。 密室有150多平方米,全部是石材,装修十分豪华。 墙壁雕刻了大量壁画,内容讲述了老美帝发展史, 还要做出大贡献的人。 其中一个大人物是格增伯格勒姆。 他曾为了捍卫自由平等,在密室里放了很多人权法案, 独立宣言等历史文件。 由于此处非常神圣和具有历史意义, 所以不对外开放。 这里不仅记录了历史, 也是对历史做出的深入的记录, 而在时事内的这些文件, 也永久性封存了。 如果你想一堵风采, 人是进不去了, 只能依靠电子设备或者无人机了。 第一名,缅甸巨石。 他贴满金箔毅力悬崖边2500多年, 禁止女人触碰。 他被称为大金石, 又叫姐弟犹塔。 整个石头被金箔覆盖, 看起来像黄金打造, 上面还构筑了一座佛塔。 据说, 佛陀的头发被藏在上面的佛塔中, 因此人们对这块塔非常崇拜。 巨石上也被信徒贴满金箔。 最初专家测试过, 说该巨石已经达到了跌落的状态, 然而这么多年过去了, 巨石仍然纹丝不动。 现代科学无法清楚解释的这一现象, 它成为巨石的一个谜。 而这个谜也吸引了越来越多的人来参观。 近年来, 它成为了佛教徒朝圣的地方。 每年都有很多信徒来此敬拜, 很多普通游客也来此向佛陀表祝愿。 但是奇怪的是, 不知道谁提出了一条不成文的规定, 女人不得触摸巨石, 只能远远站着观看, 不能靠近。 理由是女人属一, 这种说法也实在离谱。 好了, 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了, 以上的是个无人机发泄, 哪个更让你印象深刻的? 在现代科技发达的时代, 很多人类无法抵达的地方, 无人机却能帮我们到达的。 不得不不感慨科技的厉害之处, 你还知道哪些无人机拍到的震撼神秘画面? 评论区告诉我, 我们下期再见。 我们下期再见。 我们下期再见。